我覺得很常看到我們台灣人做YouTube的節目 或者一些寫的文章 分享一下英文的東西說 不要再說How are you 然後教了一些其他說法 How do you do? How are things? How is it going? How have you been? 這些也都OK 可是其實他們跟How are you 沒有太大的分別 OK你只是學了不同版本How are you 然後我們台灣人也常常會 至少從我的學生中我能感受得出來 對不起我忘了講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道說我因為嫉妒 那我說我常在我的學生中間感覺出來 我們根本沒有習慣性的問人家How are you 在台灣我們也很少問說 你好嗎 對不對 那然到對方就說 嗯我很好 所以這事實上在我們的習慣中是會尷尬的事情 那你說外國人會不會 其實說真的也會 你問人家How are you 那他們就Fine thanks I'm great 他們的確會用一個 也是蠻敷衍的回答 那所以今天這篇文章 這不是我們台灣人寫的 這是外國人寫的 那他就真的會 他想告訴你說 不要再問你 問人家How are you了 因為有一些其他的問法 才能真正的讓人家覺得 你其實是在關心他的 因為你外國人也早就已經覺得 你問我How are you 你根本不是有心的 你根本不是真的要問 你只是希望我說I'm great 然後問回去 How are you 然後那個人也說 Yeah I'm good 然後再開始聊一些 你昨天看了Netflix什麼什麼劇這樣子 所以這只是一個 每天早上打招呼的一種formality 就像我們台灣會說早安 或夾巴伯這樣子 那事實上你真的關心人家吃飽了嗎 沒有嘛 好 可是 這篇文章再說的就是 其實你真的可以去問人家說 你最近怎麼樣 然後人家可能就心會打開 然後真的 套心套白跟你聊一些什麼 那這都是不錯的 社交的一些問題 提出來可以問的問題 所以他說的 問接下來這八個問題 Instead 取得代是問這八個 OK 然後你就得到一個真的 比較真心的回憶 You will get a genuine response 包括些什麼呢 來第一個看下去 第一個字這麼簡單 問人家How are you 加一個 How are you really How are you really 就加一個really這個字 你真的怎麼樣 你好不好 OK 所以 其實我有時候也覺得 就真的看你的語氣 你如果今天在泡咖啡 人家走進來 然後就 Hey Craig How are you 你有心嗎 沒有心 對不對 Hey Craig How are you OK How are you 你可以問得更有心一點點 就 Really depends on the tone of your voice Anyway 所以第一個 How are you really 加個really Power就不一樣 下一個 一樣把問題問長一點 How are you doing right now OK 所以 不是只問How are you 加一個How are you doing Right now OK 所以你現在 當然你加一個right now 人家並不會認為你真的問 這是right now 比如說 我現在講大便 不是嗎 對不對 那這個right now 講的就是 你人生現在目前 真正正在經過的事情怎麼樣 這樣子 OK So this works OK 那下一個問法是 So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lately OK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lately The lately是最近 所以最近你在想些什麼 所以你問人家 你最近在想什麼 So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所以這是一個完成式的句子 What has been on your mind lately OK 我真的是沒有人問過我這種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有人問這問題的話 我大概真的也會震懾一下說 Oh really Do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你真的很想知道嗎 Fine I'll tell you OK 可能真的心就打開來了 這樣子 Alright 那第四個 這問題就比較長了 If you were being completely honest with m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feelings today or lately 這樣子 所以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理解 你把一個句子講長一點 會讓人家覺得更有誠意 所以就是跟 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講說 英式的英文跟美式的英文不一樣 就英式的英文 讓人家覺得比較禮貌 或之類的 常常唯一的理由就是 人家會把問題問得比較長 句子講比較長 那美國人的回答多半間短很多 就會讓人家覺得 有沒有sincere sincerity在裡面 那anyway這問題問的是 而且是一個假設語氣 所以這個be don't 是用的是過去式 那後面的how would you describe 也是過去式 所以就是 我們就假設對方是沒有 這樣子的 OK 現在你面對著我是沒有對我真心跟我聊天談話的 那如果你真的願意真心跟我談話的話 你會怎麼 你會說些什麼 OK so if you were if you were being completely honest with me 要是你現在是完全完完全全的跟我誠實的話 你為什麼要描述你最近的感受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feelings lately 最近的他都用lately這個詞 再來第五個 也是一個問題 當然這邊都是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是 最近好的跟壞的是什麼呢 所以 so what's feeling good and what's feeling hard OK 所以跟人家聊天 hey hi david how is it going 其實我覺得第一句可能還是這個 how are you good how are you fine so what's feeling good and what's feeling hard 如果直接接這句好像還蠻怪的 我覺得這種都是可能類似坐下來之後 他開始點了個東西 然後開始聊一下最近的事情 可能就再多加這一句 最近什麼是感覺不錯的 什麼是感覺很艱難的 這樣子 what's feeling good and what's feeling hard Alright 再來 第六個 what word would you use to describe your life right now 你會用什麼樣的文字 也描述你現在的人生 OK so what word would you use to describe your life right now OK 像我可能就會覺得 I don't know rebirth 重生 因為 畢竟 家裡面的單子現在沒有了 會覺得好像現在是一個 出生兒一樣 這樣子 OK 或者是這個 如果真的要一個字 還真的有點難 如果說用一句話的話 可能會說 I'm taking back my life I'm regaining control I'm starting over OK 就開始接一些家教的課或什麼這些的 Maybe I'll ease my way back into working for a bookie班之類的 But現在還沒有就是了 現在接一些家教這樣子 好 所以你看 我如果是問我自己這個問題 我都會開始思考 How would I respond to that 我會怎麼回應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拿去問一個朋友的話 他可能真的也會 嗯 近下來想一想 How would I respond to this question OK Because it's interesting Right 第七個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You were dealing with this problem How has that been lately Oh這問題我覺得問的就非常好 我在這裡面我目前最欣賞的是這個 就你還記得你之前 你上一次跟這個人聊天的時候 講話的時候 講到了什麼什麼東西 而你又把它記起來 所以你現在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你提起來這件事情 所以上次我們聊到了你 你遇上什麼什麼困難 好 那現在怎麼樣了 對不對 這如果這對方聽到一定真的會覺得 Oh my God You really do care about me 一定會的 真的 你竟然記得這件事 像我一個朋友有一個叫做 什麼類風濕性關節炎還是什麼的 好像叫rheumatoid arthritis還是什麼的 那那是一個可以領殘障手冊的一種病 不會好的 那我聽了就覺得 哇好好好誇張 我怎麼會這樣子 那這朋友我上次跟他講話 已經是至少七八年前 欸結果不小心不知道 就是最近有這麼一次機緣跟他line到這樣子 我就問他這件事情 你這個類風濕性關節炎 現在怎麼樣了呢 哇他就很感動 他說哇老師你還記得 我說對我記得 他就跟我講 什麼什麼的 so it really reconnected ok in a sense so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to ask ok 所以 所以假設這個 我們把這個ex problem套進去 就是你老公好了 so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you were dealing with your ex-husband so how has that been lately 所以那個目前怎麼樣了 發展成怎樣了 how has that been lately ok ok 好最後一個 而這問題問的也是蠻有技巧的 我覺得 so what question do you wish someone would ask you right now 但是我覺得這句能講出來真的也不簡單 會讓人家覺得你很有心機 我覺得啦 就如果今天 就問你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你會希望的要問你什麼問題 所以你跟一個朋友聊到天 然後說如果你今天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問什麼問題是最有趣的 類似這樣子 ok 你希望人家問你什麼 這樣子 好 那不過這個問題也的確會讓人家pause and think 哈 我真的希望誰誰誰來問我這個問題嗎 那或許是真的 所以我希望人家關心一下我目前跟這個公司老闆之間的問題或什麼的 或跟同事之間的相處這樣子 hey what's up with your co-worker 然後開始講這樣 so what question do you wish someone would ask you right now 好 有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好啦 我們今天好像沒講什麼英文 哈哈 但就分享一下 這個分享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 與其只問人家how are you 或者how do you do how are things how is it going how have you been 這幾個 好 這種 這種換來 就換湯不換藥的一些 在本質上根本一樣的一些問題 那 那沒有意義 真的 ok 沒有意義 那反而問這些的話 尤其剛剛的第七個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 跟人家 套心套肺聊一下天的 的一種 引開話題的方式這樣子 ok 不過這可能不適合用在像例如說 不知道 應該還是可以 就我講說一些大的party 或之類的一些social function 拿著酒杯走來走去 然後你問人家 我們上次聊到哪前妻 那現在怎麼樣了 好像還是可以 我覺得不是不行 或許那個人會說 not gonna talk right now but we'll catch up later ok how about we meet on Thursday 他可能就跟你在約個時間再聊 那也很好啊對不對 if you really care about the person that is ok 那你說其實也不太在意的話 那就算了吧 好 好啦 車車有點遠 但總之呢 呃 是幾個分享一下下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不太會 那一心 您必然的 為了